长女预告要打亲子诉讼! 完稿李敖不为人知的秘密! 李敖一生精彩! 图翻设李敖脸书! 李敖金,18,日早上离世,她与女幼王上新所生的53岁长女李文,下午发出七点声明,强调我会开始去台北地方法院提出,亲子关系,的诉讼。 还给我一个祖宗李佳定位! 更透露自己会完成李敖不为人知的秘密著作。 李文声明指出,现在只有老爸的抚养证明和曼哈顿出身,生,证明有我们妇女的关系,可是台湾所有有关机构的档案,并没有我和我父亲的任何关系登记。 所以我需要法院的证明,也是我应该争取得到的。 她还提及,我会玩稿,李敖不为人知的秘密,的书,她的粉丝需要看到她真实的另外一面。 她也强调,我会找我弟哥带同事,学生和校友帮忙翻译,李敖大全集,英文版。 希望老爸可以拿到第二个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。 让老爸的文学进到国际化,而不是在一个小岛和大陆。 李敖大师18,日上午词试,图翻设字李敖脸书,20101803.18。 他在声明中也点出对父亲不满意之处。 一,小时候坚决不给我半户口导致现在台湾拿身份很麻烦。 你不喜欢台湾跟我没有关系。 二,我十四岁,在妈妈的Boston家里,被她当时的先生文乃健性骚扰。 父母没有出来替我维权,之后我自己维权写了。 我和李敖一起骂的书,把整个事情包括文乃健的照片都放出来。 我的,me too,报仇了。 与父亲如出一折的大炮个性展露无遗。 李文声明全文如下。 一,老爸和我是好朋友的关系。 54年在一个屋檐下连续住了不到20天。 所以我不会那么的难过。 大家粉丝都应该知道我们的故事。 我就不多讲了。 白色恐怖时代,她坐牢以前要妈妈去纽约读书。 最后知道怀孕了就把我抢回来。 一直抚育我长大,金钱,房子,车子,三个纽约和三番式的私人大学的学费。 我已经很感恩了。 虽然小时候她没有换过我的尿布,不过父女之间也为了完成不同的使命感,也利用了对方。 2,对老爸不满意的地方是。 1,小时候坚决不给我半户口导致现在台湾拿身份很麻烦。 2,你不喜欢台湾跟我没有关系。 2,我14岁在妈妈的Boston家里,被她当时的先生文乃健性骚扰。 父母没有出来替我维权,之后我自己维权写了我和李敖一起骂的书,把整个事情包括文乃健的照片都放出来。 3,大陆第三中级人民法院,西蒙子的恶防东马威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的司法不公, 导致她跟我翻脸不认人。 3,我会找我弟哥大同事,学生和校友,帮忙翻译李敖大全集英文版。 希望老爸可以拿到第二个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。 让老爸的文学进到国际化,而不是在一个小岛和大陆。 4,我会玩稿。李毛不为人知的秘密的书。 她的粉丝需要看到她真实的另外一面。 5,我会开始去台北地方法院提出亲子关系的诉讼。 还给我一个祖宗李佳定位。 现在只有老爸的抚养证明和曼哈顿出身证明,有我们妇女的关系,可是台湾所有有关机构的档案文件,并没有我和我父亲的任何关系登记。 所以我需要法院的证明,也是我应该争取得到的。 6,老爸和我最爱的奶奶去世以前,我是唯一立家拿到了博士学位。 7,她,她,我们也可以好好上heaven了。 7,希望媒体朋友不要太打扰老爸最后太太的家人们。 7,因为他们不太跟媒体打交道的。 7,我习惯了。 8,而且他们跟他过的生活比我长,20多年,所以比我会更痛苦。 。 新闻授权来源。 NOW NEWS。 NOW NEWS。 NOW NEWS。